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 我是白宁 今天咱们说一个好玩的车 首先我先不说什么车 大家认识吗 先猜一会儿 我先给大家聊聊车怎么来的 首先我得到一个找车的需求 是我们远在广东的这个帮我们开发模型的马大师 说他想要一个代步车 这车得便宜 因为就是纯代步嘛 拉搭东西什么的 价格一两万两三万 就这个水平 然后想要一个得国四排放 因为那边现在也国一国二也不让开了 国三可能咱也不知道能开多久 最好是国四排放的 能多开一阵的 并且得舒适好开不爱坏 我第一反应其实是什么车呢 尼桑的老的那个奇达 我觉得那车不错 两箱 是吧 折了座还能拉点东西 开着还挺舒服 结构也简单 也不爱坏 后来我就开始给他找奇达 找了好几个月 我发现一问题 奇达比我想象中贵很多 就是一个零八零九年的一个车况相当不咋地的奇达 还得三万块钱 稍微好一点的 特别板正 特别舒服的那种 就得三万好几 接近四万块钱 我觉得这有点贵了 后来又琢磨了一些别的车 比如老的福克斯什么的这些车 虽然便宜一点 但是那东西不好用 后来特别偶然 那个机会跟你车商朋友聊天 我说你哪有便宜车没有 舒适好用的 不爱坏的 最好日系的 还得国四的 他给我发来这车 三万五千块钱 金牌一手 国四排放 我说这可以啊 当时我说实话第一反应都没反应过来这车是什么 后来我一看侧面 我想起来了 这是十多年前 大概在07到09年之间 郑州日产出的一个车 叫郑州日产玉轩 大家可能都不记得这车了 这车在哪特别多呢 我印象中啊 之前黄色的特别多 就是北京的这个电力部门有好多这车 喷成黄色的 作为工作车用 仔细研究这车呢 发现它还有点意思 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 咱们来简单聊聊这车的历史 首先这个车是大概在07、08年那会儿郑州日产引进的 从咱们国家台湾地区的这个玉龙日产引进的 原型车是日产的Serena Serena是一个比较日本化的 比较窄的 比较短的MPV 定位在贵室之下 这么一个车型 然后台湾玉龙呢 把这车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改的时候还比较大 改哪了呢 主要是后半部 我们见到了它的第二个门后面有一个大斜面 大飘窗 然后整个的后尾灯造型也变得比较流线 后尾巴特别长 这后旋很长 猛一看有点臃肿 改的就是这儿 它把后面加长了30厘米 为了让这车的空间更宽敞 三排座都能坐的比较舒服 还能放一些行李 这是主要的改进 咱们这辆呢 还算是一不错的版本 它装的是日产的QR25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就是老齐骏的那个 配了一个4AT 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然后这里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豪华的改进 一会咱们聊聊 首先咱们先看这车的造型设计 前脸 首先它这个车没有挂日产车标 这是一个大镀铬的前辆 台湾的日产就喜欢干这个事 他们喜欢把这车改的特别 看起来特别豪华 我们见到之前咱们风神蓝鸟 就这路子 是吧 加一个大镀铬中网 然后加一堆陶木 塑料陶木 是吧 这个车也是 加一个大镀铬中网 中间还做了一个看起来很像庞迪亚克似的车标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不是车标 这就是一个中网 整体弄起来还挺和谐的 中网跟这灯形成一条线 是吧 前面的车标 因为这车喷过好多漆 车标都没了 这让它显得更加神秘 实际上它的车标应该是当时郑州日产用的一个钻石型的东风车标 这个车标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时间 后来整个风神整合就改成了普通的双飞燕的车标 咱们看这车侧面啊 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我两个感觉 一是看这儿特别眼熟 然后看后边特别奇怪 是吧 这块有点臃肿 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当时郑州日产其实引进这个车的目的 一方面是他们当时没有乘用车 它都是基于皮卡底盘 像帕拉丁啊 像那些皮卡什么的 它现在有一个乘用车的平台 所以把这车引来了 这个车后来整个平台被发展成了今天的一款车叫东风帅客 所以大家看它的前门 中门这一块的造型跟帅客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时是为了这个 据说这个划门的机构 包括整个车的平台引的这个车 那么后面呢 这儿做了一个大飘窗的形状 后旋特别长 这就是当时加长的结果 如果不加这30厘米大概到这儿 看起来就跟帅客差不多了 原版的C24的Serena也是这样 所以就看起来挺奇怪的是吧 这车长度有4米731 宽度只有1米695 然后高度有1米832 非常高 就是高比宽大的一个车 这也是日系的这个本土版的MPV里边有特点的一点 就是都非常窄 因为街道窄嘛 车坐到1米8 1米9会不好开 所以非常窄 非常高的每个车 这车的整个后尾这个角度是为加长重新设计的 我觉得它设计的还挺有点意思 你看有几个细节 首先滑轨做了一个隐藏似的 不像那些面包车露出一个金金属色的滑轨啊 它完全藏在里面了 这个CVTC是当时的发动机的可变证实气门这个技术 写在它这儿 车标啊 这车因为好多点喷过漆嘛 我估计那个东风那个钻石标也不好找 就不知道哪去了 国四带OBD 当时特别流行这个贴这个还在 整体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你看它的雷达这个探头 藏在了反光的小灯片里头 这还做了一个镀铬条把它贯穿了一下 后备箱开口非常的低 后屋灯在中间 这还是挺用心的 当时做的这车 咱们看这车内饰啊 首先大家从这角度看我坐姿 特劳高 是吧 这车底盘非常的高 还是一个那种商用车的那种感觉啊 做上面有点像维亚诺那个意思 然后整个内饰呢 设计的说实话还挺追求豪华感 大量的仿陶木的设计啊 如真包换的假陶木 全是塑料的 前仪表台用的这种 当时90年代日本车特别爱用一种很细腻的这种皮纹材质 虽然是硬的 但是质感不错 也不反光啊 摸起来很细腻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裂什么的痕迹 这方向盘惨点啊 这个前任车主估计手劲比较狠 这车十几公里 就大概有十七八万的样子 把方向盘完全给用飞了啊 方向盘中间是那个刚才说了半天的钻石东风标啊 非常少见的那个标 我这车商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啊 送了我一新方向盘 陶木虽然有一点不一样啊 但是款式是完全一样的 原装位的 这方向盘什么车的呢 是那个风尘蓝鸟的 那可见当时他的都都是这一套车吗 都是玉龙来的 都是通用的啊 整个这个车的呃操作是非常美国化的 是一大怀档啊 美式大怀档机械式的卡卡PRND这么弄 然后我经常弄错就弄到雨刷这前面滋了水 才发现哎挡包变小了啊是这个 呃配置还挺高啊 这还有蓝牙电话 电动门窗啊 电动后视镜这些都应该有的 前排座椅还是电动可调的 然后这个车的当时已经开始有大屏了啊 带原厂的倒车影像 然后所有东西开始往大屏里整合 我们见不到手动空调的那个拧的东西 他是把空调整合到这一小块 啊这一小块是控制空调的内外循环 风向啊风力大小冷热 这边是收音机这边是这个电话啊 非常紧凑 但如果你刚上手没开过这车的话 会有点懵 你研究明白了 其实还好啊 非常紧凑的一套车机 这车手刹也是特别美国化的 脚踩 然后手这么松的这种手刹 不是传统在地上的啊 中间还有个杯架 这儿是烟灰杆啊 有小柜子 怀挡让这儿的空间变得非常的痛快 你左右上下车都非常方便 去后面也很方便 这还有个扶手 座椅的材质嘛 也是那个年代的日系车常用的 就是面上有一点真皮 其他点都是造格的 质感不咋地 质量还可以啊 用到今天也没有什么烂的地方啊 刷出来之后还挺新 然后这车的点火钥匙门 被我们的前任车主改了一个一键启动 实际上呢就得好几件啊 就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改这个 时髦是怎么着 他得按一下是通电啊 然后再按一下长按 哎不行再来一下 哎 着了每次都跟偷车似的啊 下面整备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东西改掉啊 得找一个原厂的预宣的钥匙门来啊 把它给改掉 我也不追求全车一样钥匙了 着车单一把钥匙也行 就这这实在是太太别扭了啊 咱们来看看这车的中排啊 我觉得这是这车的高潮 当时看车的时候我都惊了 你知道会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首先咱先看这车门啊 我先呃没有没有电动滑门啊 没那么高级倒是 我先把它关上 电锡门啊 这个滑门最后一下往往是最费劲的是吧 得撞一下会人家最后一下给你解决了 能电锡 而这两边到今天还都好使 然后咱看看还有什么配置啊 首先后排独立的空调 左右都有单独的控这个风力大小的啊 控空调的这个界面这边也有 这儿还有一显示屏能显示出温度和时间 还有空调的状态 这儿空调出风口 一小屏幕 后排带电视的啊 然后还有小桌板 虽然很小吧 而且很塑料啊 感觉一压就要断了 但人有啊 这还有杯架看高级不高级啊 虽然也很塑料吧 而且这车塑料件质量挺差的 你看这都掉了啊 这些按钮就一按就容易掉进去 但人都坐了 非常高级啊 本期的主题就是高级 然后后边这窗啊 电动的 这多高级啊 是吧 这当年的GL8什么的可都是负压式的 这个是电动的 后排座椅可以前后调节啊 这当然是该有的功能 然后这么薄的门上还做了一个储物袋 我觉得真是挺贴心的 而且车只有一米六九五的宽度 居然坐在里面 两个单独坐你不觉得多窄啊 你就忘掉了 这是这么窄的一个车啊 这些年我都没怎么开过一米六几宽的车 想想富康都一米七几 当年只有杰达是一米六几 这么窄的一车营造了一个相当宽敞的空间啊 非常自如 咱们再去看第三排 咱看这车第三排啊 首先大家看我这空间了吗 有这么大 而且这第二排跳到最后了 有这么大的空间 而且这第三排还有一份围灯 看高级步 看着 我觉得当年的宝马L7里边也就不过如此了 是吧 然后就 放烟灰杆 也可以放杯子的地方 有储物的地方 单独的音响 知道为什么后排有这么大吗 它的第三排座椅前后是可调的 我现在把它调到了最后啊 如果往前调的话 一直能顶到这儿 看这滑轨了嘛 一直到这儿 这样的话后备箱会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把最后这三十厘米用的出神入化 又有豪华氛围啊 你想坐可以舒服 想拉行李也可以舒服 我觉得这真是改的相当用心啊 然后光考虑到第三排的这个各种配置啊 移动座椅还是不够的 上下车得方便 所以说第三排乘客能控制第二排座椅 这儿有一个小环啊 我只要一拉这座椅就可以遮过去 我可以下车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只有左侧有 右侧呢是前面那个小绳 也就是我上车之前一拉这个座椅可以过去 他是怎么想的呢 难道是这个门上 这个门下 左右 是这么一个路线吗 咱们来开一圈这个大御轩啊 首先是挂上地挡 哎呦这是一美式大怀挡 里面是机械式的 一棱一棱的你看 挂上地挡 松手扇 走你 但是 油膜下去挺窜的 特别有那老日本车那种感觉 换挡还挺顺 这车这个老4AT 别看这么多年了 换挡特别顺 特别积极 不知道车主之前怎么维护保养的 上次换油是什么时候 呃整体开起来感觉挺轻松舒适的 方向盘也很轻啊 就是那会儿的老日本车的那个质感 很高啊 非常通透 让我想起了开奔驰维亚诺的时候那种感觉 非常的高 一览无余 那车侧面特别平直 所以看这门板也是这样 然后后视镜特别大啊 视野也非常好 你能看到直直的这个车的侧立面 前面还有一个简易的小的HUD 抬头显示 能看到这车的速度 他还弄了一块小黑的这个片来给它反光 现在4546看的还挺清楚啊 但是这个字体就特别老的那种液晶的那个字体 显得有点古老 这车是装的日产的那个老2.5四缸机啊 叫RQ25N 160马力 240牛米 配4AT变速箱 0到100加速不响 但是整体开起来我觉得还可以啊 还挺好开的 低速非常激进啊 这2500转 他这头上有个这个OD按钮 我把它按下去 它的转速会下降一些 就没有那么激进 整体来讲开起来我觉得比想象中好啊 这还没整备呢 这么多年的车了 要加速还是能有一点的啊 只要到了个3000转左右 但是车呢非常的高 非常的窄 悬挂也比较软 所以操控不达地啊 就是你并线时候只敢这么小心的并 稍微动作一大晃了非常厉害 就怕它翻了 所以说不太适合那种来回钻的那种 需要操控的朋友啊 我觉得平时开着它走走停停 接个朋友拉个东西还挺好使这车 即使在今天你让我今天使这车 我觉得也没问题 非常好使 我相信马大师会非常满意的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给马大师收的郑州日产玉轩 我觉得这车非常的有意思啊 首先它代表了十年前的那一波日本车 技术上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可靠 而且不难开啊 好开好用不爱坏 然后这车今天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什么原因呢 首先这车今天的非常的便宜 便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原因吧 首先这车非常的稀少 没有什么认知度 大部分人根本就不认识这车 就连高兴都不认识这车 修了十几年车都没修过 所以说比较少没有认知度 而且修起来配件不是很好找 这个配件我觉得主要在内饰件和外观件上 其实机修还好 就是老齐骏那套东西嘛 这个发动机变子箱都还好说 主要是修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且非常少见认知度低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车的二手车残值啊 这是一辆2009年的国四的车 三万五千块钱 我们从车商朋友手里买的 应该收车价还要低啊 所以说就这么点钱 同年的比一辆奇达还要便宜 我觉得还是非常超值的啊 这么大一个车 是吧自动挡舒服服的三排座 都能坐的很舒服 还有这么多看起来特别高级的配置 希望马大师用车愉快啊 然后这车当然也不够完美 我还要进一步的整备一下稍微 发动机带速的时候有点抖动 我觉得可能里面积碳比较多了 换换机油 轻轻积碳 换几个火花塞 应该就好了 变速箱非常的顺 但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换油了 我们可能简单的换换变速箱油 底盘跑快了稍微有一点飘忽不定 定位稍微拉一拉 我觉得也就行了 这车就还不错 非常省心好用的一个大车 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花汽车 咱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